男子搭電梯 觸摸在不同樓層行跡鬼祟 台中行大警方發現 販毒集團狡猾手法 竹賢竟然利用自家社區電梯 來捕獲毒品 他停在不同的樓層 讓警方以為進出的人 互相不認識 但其實是趁著搭電梯的間隙 將手中的毒品 交給旗下的成員販賣 犯行全被監視器給拍下來 警方來掌握小蜜蜂販毒試證之後 前往竹賢家中搜索 警方將房內的隔板一個一個撬開來 車子內的各個角落也不放過 最後搜出多達508包毒咖啡包 還有20包KTAMI跟分裝袋 以及販毒聯繫用的手機 27歲莊姓祖賢擔任販毒集團首腦 負責提供毒品貨源 再跟兩名共犯分工販售毒品 透過招募小蜜蜂來幫忙載送 私人分工合作組成販毒集團 以為計畫縮密仍逃不過法網 全案經台中地檢依組織犯罪防治條例 以及販毒罪嫌起訴 其餘被新聞露汗 你才以臺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